大家好,我是雷湘 日服在最近開了全新的活動 虛速大海戰 正當我們要去第五個異文帶之前 在一個毫無預下的時間點 我們迷失在了那片被譽為虛速空間的大海當中 然後要在這無邊的深淵中尋找出口 逃脫這片虛速之海 好了,故事簡單的背景就說完了 那麼在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將會駕駛的鸚鵡號 需要不同的油鐵煤炭去開船丟丟刑部機 有點像劍梁和碧南航線一樣探索海域 也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遊玩方式 同時在這個活動當中 新的活動卡池居然是雙五星從者 而不是一個四星一隻五星這樣 說實話,大家要小心一點 卡池可能很毒喔 而其中一個五星便是限定五星 作為外鄉人而誕生的藝術家梵古 在這裡我要鄭重的建議大家 請去Google圖片好好看一下 把他真實的樣貌牢牢記住 不然過了一陣子就像這烏母掛一樣 會變成FGO的形狀啊 那麼這次被信轉變成外鄉人直接的反骨 到底該怎麼用呢? 他的優缺點又在哪裡呢? 希望大家在看完這個影片之後呢 能夠略懂一二吧 還沒有訂閱的就記得按訂閱以及小鈴鐺 方便以後查看更多不同重點的攻略喔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五星FORNA 反骨 技能一自身更新一次五回合 同時堆疊三層的詛咒效果 10回合 並且依照詛咒的數量而增加MP10% 技能二對敵全體降防 同時降低Q卡攻擊耐性 並且賦予我方全體迴避狀態 以及HP持續回復狀態 同時全部人都會詛咒10回合 技能三為我方單體提升攻擊力和集星度 並且為自己賦予個攻擊特效狀態 在綠卡攻擊的時候會解除一層的詛咒狀態 解除成功的時候便會增加自身攻擊力三回合 同時在這技能開啟的時候 會吸收敵我全體的詛咒效果 由於技能效果連環扣索 所以我個人建議優先點滿技一技二 然後再點擊三 寶具則是藍卡寶具 60%機率對敵全體賦予恐怖狀態三回合 提升我方全體攻擊力30%和爆傷50%三回合 並且再度提升領域外生命的暴擊威力100%三回合 同時賦予自身每回合星星獲得10克 反骨的技能組和寶具效果可以說是非常獨特的 很明顯想走一個依靠詛咒機制來堆疊MP和攻擊力 並且成為第一個外鄉人館 而寶具的暴擊提升在寶武的情況之下 能為領域外生命的從者提供最高200%的寶擊威力 可以說是非常恐怖的 同時寶具每回合的產星效果 技能所提供的單體機性 攻擊力提升以及對敵全體造成的降防降耐性 都非常直接的跟我們說 他將會作為一名外鄉人館而存在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大家可能問到的就是 他能夠自己當打手嗎? 而根據我的看法和分析 答案是可以的 就以他自己用詛咒堆疊自衝 消化詛咒來堆疊攻擊力的情況來看 也能看得出他有這個可能性和野心就是了 但是問題是在於 這寶寶自身攻擊力本身就不是很高 藍卡和綠卡的色卡性能都一般 藍卡寶具又是三張綠卡 而他這種要事先開好寶具才能開打的模式 會導致與隊伍的組合很難搭配 同時他又不是擅長長線作戰的從者 以至於在現今的高藍度關卡攻略上 算是有點尷尬的存在 不過無論是要當打手還是輔助手 CPA都會是他的黃金搭檔 MP素能和綠卡爆傷都跟他非常搭配 泳裝BP則是與他相性不錯的成員 禮裝的話則是提升寶具階段的禮裝 或者是用看板樑讓他展開寶具後高速下場 持續提升打手的整體輸出力吧 懂得來說 反骨這從者的遊玩機制和配對相當奇特 並不像一般的從者一樣簡單直接 技能的開啟順序也非常講究 想要拿到最高60%的自衝的話 就要2-3-1這樣順著開 色卡配置的怪異性 以及技能組和寶具效果的連鎖性 都增加了他的使用難度 就像一個變異版的宮月神一樣 但並不像宮月神那麼簡單直接 不過我個人對這個角色的評價還是蠻高的 這是基於他作為一名外山拐而言非常獨特 其獨特性和技能寶具效果的可能性 讓我非常期待以後他的關卡表現喔 哎呦這不會被詛咒死的被動效果還真的 蠻有趣的 再加上這奇葩的造型和壞掉的性格 完完全全搓中我的興趣啊 這種壞掉的ROR 啊不... 不過一有既往的 一單是不可能保回家的 唉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喜歡當中的抱回家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推特和Twitch頻道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同時訂閱以及按小鈴鐺 觀看更多不同英靈背後的小故事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M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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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EBOOK